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大規模的示威浪潮逐漸平息之際 傳出了有中國留學生扮東西加入遊行隊伍當中 趁著混亂闖入名店 順手牽揚拿走別人的名牌手袋 然後更好意思把這些惡行 自己放回Twitter那裡招認 其中一名中國留學生 名字叫袁宏裔 他在Twitter上貼了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是一個固執手袋 他的描述的貼文是怎樣說的 他就說 這是我在西岳圖搶回來的固執包 好不好看 窮鬼反賊就不好看 反賊還說 要去FBI舉報我 簡直笑死我了 我這個人還在西雅圖 不服氣 哈哈哈 還有我愛共產黨 更加熱愛我的祖國母親 美國人還欠我們中國很多帳未還 幾個包包 美國人未至於那麼小器 除了袁宏裔之外 還有另一個中國留學生 網名叫做一個脫離了高級趣味的人 他在Twitter上貼了一張圖片 這張圖是顯示了兩個LV手袋 他的描述是怎樣說的 說一場暴亂 讓本酒不富裕的家庭多了兩個LV 換言之又是走到名店自己拿回來的 這兩個中國留學生反映了什麼問題 第一 就是毫無道德觀念 別人搞場示威出來不是被你拿來搶東西 不是被你走進去混入示威人群當中 然後做一些損人利己的行為 別人本身這場示威 是一個非常之正當性的目的 是反警暴 是反種族歧視 這班中國留學生 騎劫了別人的示威 還要趁機在這裏 簡直就是不知所為 而且還要把這些惡行 自己放上去Twitter那時候 當時你馬上去名店那裏順手牽揚 拿走別人的手袋 有什麼這麼輕香呢 有什麼這麼值得炫耀 有什麼這麼值得曬命呢 這樣就可以反映得出 他們完全不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 如果他們稍為有些羞恥之心 是覺得這個行為是有問題的 是缺德的 他們都不會自己放上網 放上網就代表了他們認為沒有問題 根本上這件事不僅是干犯了道德上的缺失 而且還會有法律後果 很多網民馬上就在這個鐵文下面留言 口珠不佛 有些更加截了一張圖片 作為證據 去報FBI 去報美國的警察 這傢伙肯定會被立案查處 是不是 哪有這麼輕易走得掉 你真是別人的名店 你以為沒有後果 第二件事就是 這班這樣的小粉紅留學生 實情他們的價值觀 就是完全被扭曲了 竟然可以假借愛國愛黨之名 試圖去合理化和正當化他們 干犯了一些違法和缺德的行為 像這次 袁宏裔 立了別人的孤詞手袋之後 竟然還可以大喊 我愛共產黨 熱愛我的祖國無遷 你說這些說話出來做什麼 壯膽嗎 定義是說 你利用愛國之名就可以 做什麼都行 這些簡直就是梁振英的思維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曾經說過 說以國家的名義去殺人 都不犯法 這一班小粉紅 加入遊行隊伍當中 完全都不是幫那些示威者去做抗爭 又不是做一些違法達義或者公民抗命的事情 純粹就走進去名店那裏 這些根本上是等同於搶領行為 一定就是要成之於法 第三件事就是什麼 就反映到這班人被洗腦得很厲害 他最後一句說話是什麼 他說美國還欠中國很多債未還 幾個包包不算是什麼 美國人不會那麼小器 真是想請問他 經常說美國欠了中國 到底美國欠了中國什麼 自從1985年之後 美國對華的貿易一直是處於貿易赤字的狀態 而且經過了35年之後 這個貿易赤字是每年都會加大 到底美國還欠中國什麼呢 美國從頭到尾有沒有欠過中國呢 請問是 兩次的世界大戰 美國有沒有份侵略中國呢 是沒有的 是不是 你還說什麼清朝的時候 八國聯軍有份 當時 美國是將清朝的賠款 全部給你中國 當時清華大學就是由美國的庚子賠款 捐出來捐建 還有當年美國又用了這一筆庚子賠款的錢 搞了一個獎學金出來 當年有很多華人走去美國留學 都是受惠於這一塊的獎學金 我想請問這個袁宏裔有沒有獨立史的呢 你說美國欠了中國 美國實情是欠了中國的什麼呢 可不可以詳細地列出來 美國欠了你什麼的請問是 這些人的思維就是這樣的 永遠就覺得 全世界都是欠了你中國的 不是欠了你的嘛 是不是 這班小粉紅號稱去到美國留學 讀大學那麼巴士閉 照計 就有多少知識水平才是 這麼有空就就去梳理一下 整個歷史的事實是怎樣 不要人魂逆魂 別人告訴你美國欠了中國很多 你就照單全收說是 你自己查證一下是不是 當然這班人也不會這樣做 故此 西方世界經常對於華人 是一個很錯誤的 想像和前設 就是覺得 邀請他們 加入這個世界舞台當中 比如說 被中國加入這個世貿組織 以及被來自中國的學生 前往西方世界的文明國家就讀 就會慢慢可以感染得到 他 就會慢慢可以同化得到 他 就會使他慢慢可以融入國際社會當中 只是看看那班中國新移民中國留學生 你就知道 這些想法 是完全失敗的 別實請哪裏可以 照計一個人 從封閉和獨裁的社會 走進西方文明社會 應該是有很大的轉變 是不是 去到一個西方文明社會 他能夠接觸得到 民主自由 人權 法治 這些核心價值 又有資訊 信流通自由 可以讓他接收得到不同方面的訊息 又有這個言論自由 至少他的思維 應該是 放開了一個束縛才是 不是的 因為他過去那十幾年 在大陸接受教育的時候 就是洗腦教育 而且 為何之前那幾十年的人 下來香港是不同的 因為之前那幾十年是窮 沒有東西吃 他們就會反思 在學校教的東西 根本上是荒謬 吹水 吃都沒得吃 所以就要走爛下來香港 偷渡下來香港 但是這班人不同 拿正牌去美國那處移民 留學 根本上他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 在中國 都不肯窮得去哪裡 又有這個物質條件 所以這班人怎麼會反省 怎麼會被你同化得到 感染得到才行 所以西方社會的人士 不要再有這些多餘的幻想 事實上是失敗的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他最近就跑出來高調支持那些年輕的示威者 要參與示威 實情這傢伙都是 包藏禍心不懷好意的 無非就是想做低特朗普和共和黨 你說這番話 他說要使到這個警暴的問題得到改革 那就是想請問你奧巴馬 在你在任八年期間 你又做了什麼 這麼厲害的改革行為 可以使得你現在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來 指點江山 千萬不要忘記在2014年的時候 其實同樣地發生過一件 一模一樣的事件 在密蘇里州 下一名白人的警察 就是堆壞了一個黑人的年輕人 叫做Michael Brown 是不是跟今時今日這個情況很類似 只不過當時擔任州長的同樣是民主黨人 但是就很快地把這件事平息了 其實當時一樣是有蘇聯 一樣是有宵禁 但是宵禁也壓止不住 這個民主黨籍的州長就找了國民警衛軍 下走去掃蕩 終於搞定了 很快就平息了事件 因為當時 做總統的是奧巴馬 所以大家一起合作 盡量不要使這件事燒到全國 現在在你出事的地方 又是民主黨籍的人擔任州長 請問你為什麼這個人 這個處理辦法可以這麼差 然後首先受到波及的 就是另外一些民主黨人擔任州長的州份 到底你們這些人在搞什麼呢 是不是暗中在支援這些人呢 你看看紐約市長 又是民主黨籍的 女兒去參加這個示威 到底這個示威真的去反警暴 真的去反種族歧視 還是反特朗普呢 是不是 你自己搞清楚這些事 不要在這裡 借傷成毒 根本上整班傢伙就想 將這個 州政府的責任 推到聯邦政府身上 完全是沒有邏輯的 如果真的要問責 首先要下台的 都是民主黨籍的 名利蘇達州州長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